200加拿大人,被中共关押张忠南夫妇尚未宣判,加拿大的鹿岛酒庄,经营该酒庄的张忠南夫妇,2016年被中国关押。 目前仍未宣判Public Domain,目前被中国关押的加拿大人,约有200人其中在2016年就被关押的加拿大华裔商人。 张忠南夫妇,至今尚未宣判张忠南的友人表示,中国司法制度不透明,导致两人的案件,无法获得公正审理判决,并忧虑如今加拿大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恶化。 夫妇两人更难以获释在加拿大卑诗省经营陆岛酒庄Lulu Island Winery,的加拿大商人张忠南夫妇,2016年初在上海被中共当局逮捕。 中国认为他的酒庄低报进口冰酒价格涉嫌逃税。 虽控已走私罪名2017年,两人虽在中国法院的闭门审讯中认罪,但至今尚未宣判。 尽管加拿大政府,曾向中共当局关切两人情况,但张忠南依然被监禁。 张太太虽在去年获释,但护照被扣,留,无法离开中国以张忠南夫妇熟事的友人林大成说。 多次有消息透露,张忠南可能快要被释放了,但都无疾而终。 如今发生孟晚舟事件后,令他们这群朋友,很担心中国报复加拿大。 张忠南更不可能获得公平判决了每一次都说,再有一两个月就要被放出来了。 但到现在都没有现在中加情况,又那么恶劣想要放他出。 来的机会可能是微乎其微了张忠南1995年,从台湾移民加拿大其后发展量酒生意。 曾获得最杰出25位加拿大移民奖,2010年温哥华冬奥期间。 录到酒庄成为中国冬奥代表团举办活动的中国之家场所。 张忠南另一位有人谢卓儒表示,中国是人质典,不是法治的国家名的说张忠南走私。 案的是要张忠南给钱张忠南不给钱就扣着人不放中国大陆,根本不是法治国家。 他讲的就是法他说,你怎样就怎样他说是什么就是什么不需要证明吗? 有加拿大律师认为,中国将本来是海关纠纷的个案,变成了刑事案处理违反了国际贸易法。 在处理过程中,没有经过任何听证会或有意义的司法程序。 是严重侵犯人身自由和安全的行为。 去年底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问中国一起动加拿大与中国的自由贸易谈判。 张忠南的女儿张丽玲,特别致信特鲁多。 欲请加拿大政府,向中方提出先释放他,被囚禁在中国的父母,再谈中家两国自由贸易。 否则更多在中国从商的加拿大人,将难以得到保障,不只是张忠南。 还有好几位加拿大人,在中国被监禁。 虽经过外交努力,却都无疾而终,例如2006年,就被关押在中国点被控以分裂国家罪名的玉山江。 玉山江虽有加拿大国籍,但中国不承认,它是加拿大人当时加拿大政府曾公开批评中国的做法。 令人难以接受,还有1982年,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病理学博士的王炳章。 是中国文革后,获得西方博士学位的第一人。 2002年,他从越南被绑架回中国。 第二年,已从事间谍活动和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被判无期徒刑,并一直被单独囚禁。